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堂姑娘竟然是摩罗女帝 无版无趣 独断专行 蛮横刁钻又不讲理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喜欢这样的人的 其实主要呢 还是因为小爷太过于英俊潇洒 你说啊 万一这个摩罗女帝对我一见钟情了 那才是最大的麻烦呢 二殿下如此看着本君 莫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 本殿下只是突然觉得 帝君与本殿的未婚妻长得着实相似 一瞬间 恍惚了 本君居然 与二殿下的未婚妻长得如此相亲 那可是天大的缘分呀 既然如此 二殿下留下来多助几人 也好让本君这个东道主 好好招待招待 多谢帝君好意 多谢帝君好意 本殿下这位未婚妻啊 心眼儿小得很 若是本殿真在这摩罗地宫 多住几日 怕是会打翻醋缸的呀 既然殿下 如此在意未婚妻的看法 那本君也不强求 二殿下 还是回去吧 帝君 初空年少多有冒犯 还请帝君见谅 大殿下不必如此介怀 难得看到二殿下 这般有趣的客人来访 幸甚至在 护法 待大殿下先下去休息 我与二殿下还有话要说 其他人也退下吧 是 是 大殿下 请 多谢帝君后代 一旦出空与摩罗族联姻 父王势必会更加看重他 到那时 麒麟族组长之位 毫无悬念 就成了他的囊中职务 绝不能解忧 麒麟族 你也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